話說那四個標形大漢, 將陳寬英夾進去那間木耳屋, 一個蒜頭鼻的, 惡死能登, 橫斑斑地登住陳寬英, 就說, 嘻, 那個死老鬼, 還欠我們的銀兩, 他還敢撲頭嗎? 現在你來找他, 是不是, 你幫他還債? 陳寬英就問, 哦, 不知道, 他欠了你們多少銀兩呢? 哼, 那條數就不多, 五十兩即, 不對就做單交易了, 那, 你若放下五十兩銀, 那我們, 就將他的下落, 告訴你, 怎樣? 成五成交? 五十兩啊? 那, 陳寬英想了想, 他問了,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 把五十兩銀交給你們, 你們, 就將三叔公的下落, 告訴我,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四個標形大漢一齊說, 不錯啦, 出來行江湖, 夠義氣? 如果你肯替他還債, 我們一定將他的下落告訴你, 怎樣? 那好, 陳寬英, 就馬上拿出一張五十兩銀票, 遞給那個蒜頭臂, 就說, 五十兩銀票在這裏, 你怎樣收? 那個蒜頭臂, 就洗個顏色, 叫那個黑古勒特的, 怎樣收銀票? 怎樣收了之後, 陳寬英說, 三叔公的債, 我就替他還了, 現在請問, 三叔公, 究竟去了哪裏呢?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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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想找他, 一定内有乾坤 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是走围上着 其他事以后至算 于是陈欢英夹急脚离开了那间获尔澳 正好在这个时候 阿福捧着一壶陈泰吉的米酒 匆匆忙忙经过冲边里口 不正好就撞正陈欢英 阿福见到陈欢英 哎,怕老板怀疑自己手里头 拿着的这壶米酒 是从陈泰吉酒庄偷出来的 他立刻走上去 就向老板说明 说这壶酒是昆白送给他的 其实陈欢英 一早就已经相信了阿福 所以陈欢英就问阿福 是这样 你又为什么走到来这树呢 阿福就说 说他有个表哥 懂得油炸蟹的楼罗 因为他表哥喜欢喝酒 所以就将这壶酒 拿来送给他表哥 就想透过他表哥 去密释那几个楼罗 打听油炸蟹的下落 阿福还说 说油炸蟹那四个楼罗 就住在通边里附近的一座获尔屋 说那四个人 自称自己叫四大金刚 那陈欢英 正说的而且确入了一间获尔屋 而获尔屋里头 亦的而且确有四个坏人 现在听阿福这么说 陈欢英 明白一切了 陈老板又问阿福 问他 究竟知不知道 获尔屋的屋主 究竟是谁呢 阿福就说 那间屋的屋主 好似是叫三叔公 说本来是一间集货铺的老板 兼米米酒的 还好似说 跟油炸蟹是亲戚来 听说 因为债务的事情 平时相互之间 争咬得很紧要 而几个月前 忽然之间 老板死了 而油炸蟹 还霸佔了老板的获尔屋 让那四大金刚 住在那处 听到这一切 结合自己正话遇到的情况 陈欢英打算将计就计 他就吩咐阿福 叫阿福 请他表哥 通过那四大金刚 打听油炸蟹的去向 当时 陈欢英 还拿出一张五十两银的银票 被阿福当作应酬之用 阿福接过银票 表示尽心尽力去办这件事 很早日将油炸蟹 承之于法 好了 讲到这些事 先讲讲另一边的情况 风洞翻飞 江川崩騰 就在陈欢英叫阿福 去叫他表哥 打探油炸蟹下落的那段日子 佛山各地出现了異常 大街小巷上头 经常见到那些巡捕 到处封屋拉人 究竟为什么 原来 两年前 李文贸攻打桂林 由于错失良机失败了 李文贸还身负重伤 退到入怀院山中 因为悲愤得罪 他吐血而死 而近日 陈开战敗被俘虏 也都命丧广西 大清朝廷 为了斩草除根 就设立了清香办船局 而佛山 也都设立了团房总局 立即立令 禁演广府大戏 解散戏班 焚烧瓶花会馆 同时 逆立令 守束红布者斩 藏有红灯笼者 灭家 树起红旗者 灭祖 一时之间 鸡飞狗走 在石湾 七宝公所的地堡 配合巡捕 四处搜查 凡是发现当日 曾经在大武江上 参加过 陈开李文贸 起事的人 痛痛的 续起上来 凡是发现 同情 或者支持过 红筋军的人 也都签纳 搞到 繁华的途乡 人心惶惶 那晚深夜 陈俠 就来到陈欢英家 咦 陈欢英 见陈俠 这么晚来访 都觉得很恶然 而陈俠 还没坐下 急急就说 啊 欢迎兄 我想 从明天开始 我不再到 陈太吉酒庄开工 呃 你同不同意我呢 哦 陈欢英就问了 呃 不是合作得好地地的吗 为什么 忽然之间 请辞啊 陈俠就说了 呃 是这样的 近日啊 七步红 跟军渔党的风声 好紧 我 我怕连累了你啊 怕连累我 呵 呃 你打算 离开石湾 去第二处 躲藏吗 啊 那不是 石湾啊 我又没打算离开的 再说啊 其实这一切 我和我毫无相干的 只不过 我是害怕的而已 说得好 呃 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坑门也不惊 你怕什么呢 虽然陈欢英是这样去开解陈俠 陈俠还是很害怕 他说 啊 我当然是清白的了 但是 我怕人家啊 怀疑我是陈开的兄弟 那天酒家开业 我就烧了炮仗 有人呢 说我是特意兴可大霧光喜事的 我担心啊 到头来 会连累了陈太吉酒壮啊 陈欢英哈哈大笑话 放心放心 你我都是清白人 现在 虽然是侍逢乱世 但是那些衙差 不会立乱捉人的 又怎么会连累老夫呢 陈俠听见陈欢英 说得这么轻松 忧虑就解除了 于是就告辞了 陈欢英 就顺便告诉陈俠听 说下个月初八 是春林医馆开业十周年自兴 周大夫打算请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品走 陈欢英还好认真地对陈俠说 喂 你几个朋友当中有你和我 陈俠一听非常高兴就表示到时一定出席 再说 周春林是个老老实实的大夫 医馆开业十年来 医治了无数的病患者 也接受过无数的錦旗 锦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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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周春林呢 他对自己的业绩 从来都不张扬的 他收到那些锦旗啊 锦旗啊 锦旗啊 从来都没有挂在医馆的大厅 而是一一收藏在医馆药仓当中 那个珍宝贵女头 春林医馆十周年自兴那天 没有张灯结彩 没有烧炮掌 在那间静静的医馆里头 周大夫 同平时一样 也都是认真小心地为患者医病 不过那天 周大夫又收到很多錦旗橫额 有什么妙手回春啊 什么再世话妥 什么人心人术啊等等 那或者 是那些康复者 又或者是患者的家属 早就计出那天 是医馆开业 整整十周年的致兴日子 其实周春林的家 是在佛山的 他老婆子女 这阵都是住在佛山的 他是单独一个人 来到石湾开设医馆 由于医务繁忙 每晚周大夫 都是住在医馆 只有逢年过节 顶着特制的祖传秘方米酒 和陈俠定肩而行 走进春林医馆 周春林立即迎上去 一眼看到陈欢英手里头 顶着特制的米酒 周大夫就说了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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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周春林就想到 你来陈了 就一定会带走来的 过然没错 那陈欢英就说了 哎 开设酒庄的 如果都没有好酒 那不如就关门大吉啦 那陈欢英 再望望小客听 哎 只有几个人而已 他就说了 哎 什么今晚 只是我们三个唱饮庆贺吗 周春林就说 啊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哎 是石湾公仔黄啊 哦 黄炳 那陈欢英和陈俠 刚刚说出黄炳这个名 管博 已经陪着黄炳行到入禮了 那这位桑木炳炳有臣 十指灵巧的公仔黄 年纪比起陈欢英 陈俠和周春林 都要大得多的 但是这个老人家 心思敏捷 言谈风趣 怡太瀟灑 他逢是去到边树 边树都会被他带来欢乐 这阵子见他说 啊 妙啊妙啊 一看见陈太吉酒庄的老板 那便知道今晚又好酒瘾了 王炳一句话 就引到大家都笑起上来 周春林就说 哦 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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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啊妙啊 今晚我们就什么都不谈 就以一个酒智为题 好不好 陈欢英和陈俠就说了 哎哎哎哎哎哎 那不行 这样 那不是圈奔夺主 今晚是春林医馆十周年之兴嘛 就这样 彼此笑谈了一番 这个时候 管博已经摆好筷子碗碟针好酒 几个人就一起入城 那晚 四个好朋友聚会 由于万宴的主人几番提议 说话题以酒为主 故此 关于春林医馆十周年致庆的话 倒是提得很少 这样走过三巡 管博就急急走到进来 走到周春林的身边就说 啊大夫 今晚街上有点异常 正话 我透过窗口 望望外面 看到几批衙差在附近 走来而走去 好像是要追捕什么人 大家听了之后 都会觉得很恶然 周春林举杯 一饮而尽就说 哎呀 这段时间啊 草木皆兵 那些衙差 一日夜夜在搜查 陈开里文贸余党 搞得都人心惶惶 陈欢英黄炳也说 哎呀 那些衙差 猜住草城的当毒蛇 真是没有他们的苦 谁知周春林 陈欢英黄炳的话 句句都刺向了陈俠的心 这陈 杯里头的酒 碟里头的佳牛 在陈俠的嘴里头 骚然之间都变得没了味道 陈欢英见陈俠这样 嗯 猜到他想什么 陈欢英站起身 举杯说 各位 今晚都不早了 今晚 借春林医馆十周年致兴 品酒论酒 深感恩惠 我们 饮请他 陈欢英这样一带头 周春林 黄炳 陈俠 也都将自己面前的酒 一喝而尽 陈欢英 陈俠 黄炳 向周春林告辞之后 管博就点着灯笼 将周大夫的三个好朋友送出大门 管博 还按照主人的吩咐 先近后院 先将黄炳送回家 之后 再送陈欢英 最后就送陈俠 陈欢英回到家 刚刚关上大门 这个时候 管博正在送陈俠 陈俠对管博说 行了 平安 没事的 你返医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管博就说 不行 合老板 周大夫交代 说一定要将你们送回家 如果不是 我无法交差 就在这个时候 濕濕濕 几个人已经冲到出来 一下就将陈俠 捉起上来 其中一个标迎大汉 大喝一声 哼 立即将陈俠 走 标迎大汉 这样一下命令 另外那几个牙差 就用麻省 将陈俠 扎到死死实实 都不理三七二一 就要将人带走 那个管博 大声 叫起上来 喂喂喂喂 喂 你们就这样捉人的 就这样押走的 那几个牙差 根本都不理你 陈俠被牙差 突然捉走的这件事 被几个老友知道了 大家都好替他担心 几日来 陈欢英 周春林 黄炳等人 都日夜奔走 四处打听陈俠 被捉的实情 终于 有点眉目了 他们获释 由于阮衙门 认定陈俠 是陈开的唐大佬 陈开在大墓江 起义的时候 说陈俠 在东平河畔 萧炮掌 是庆祝他起事的 所以牙差 就要将他捉拿归岸 陈欢英他们 还收到疯 说陈俠 这次被人捉 是有人揭发的 而且 这次都几大劲的 说不定 会被判终身监禁 说不定 会杀头都此次的 各位 关于陈俠的家世 陈欢英 是很清楚的 事发之前 石湾人 都以为陈欢英 和陈俠 是连堂人 其实不是的 陈俠 是地地道道的佛山人 并非和陈欢英 是同乡 而陈开 更加风马牛 不相及 陈开是学山人士 更加就不会是 陈俠的唐兄弟 所以陈欢英 就觉得陈俠的被刺拿 是冤枉的 至于你说 将陈俠 走家开张 烧炮掌 那件事 那就定陈俠 一个罪 说他兴贺 陈开 喜事 就更加是 无稽之谈 因为当日 走家开张 的良辰吉日 是一早 叫风水先生 扎日 只是刚好得 那么巧 那晚深夜 陈欢英 看在床上 眼眶眶 狗狗 都不能入睡 再说 陈俠岳 刚刚结束了 佛山书院的六年学业 辞别了几位恩师 离开佛山 回到家 当时 陈俠岳 拿着布包 走到入家的客厅 他老爸陈欢英 正好走到出来 那么久没见 陈俠岳 立即向父亲请安 陈欢英 他首先 问下 儿子的学习情况 然后 就立即将 南海院衙门 通判大人 儿子入学 开笔的事 就告诉陈俠岳 是这样的 先前 南海院衙门 通判大人 他通过 论文罪的后人 邀请 神同陈俠岳 做他儿子入学开笔的主持 说真的 陈欢英 一向都不喜欢 和衙门中人打交道 这趟不同 陈俠岳出了事 现在又不知道陈俠岳下落 要打听 就一定要出入衙门 说不是 还要求人 所以这次 陈欢英 破例 答应了这件事 下来 陈俠岳觉得 哇 去通判大人家 为他儿子 做开笔主持 大家不熟 好生疏的 究竟陈俠岳肯不肯去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